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介绍这台车 好吗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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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完外观和内视了吧 是不是满满等等 虽然老是老点 但是风韵犹存 然后接下来还是安排一个特别节目 听听他发动机启动的时候龟油风烂的声音 这也是很多库鲁哲迷们最喜欢听的声音 据说能让耳朵怀孕 特别的浑厚 特别的让人能激起一个内心深处的一个怒吼 这种感觉是什么 这种感觉叫放荡不起 我速度的少 如果我形容的不对 评论区下方告诉我 你们觉得这种感觉这么形容 对吧 好了 废话不多讲 我给你们讲讲这台车 还有什么好的地方和缺点 首先咱们从这台车外观入手 这台车是08款 08年上牌的兰德库鲁哲中规版本的VXR 最顶配指导价112W 落地当年是120多 然后很多人会发现 就是这一代的兰德库鲁哲中规版本的 它有一个前低后高的现象 就是后屁股它是翘起来的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中规版本的后悬挂 它的大弹簧 它这个是弹簧的 不是气简的 大弹簧 要比中东版本的要高很多 所以说导致后屁股有翘起的现象 后屁股 所以说 你在大街上看见一个屁股翘起来的 兰德库鲁哲 没错 它肯定是08款中规版本的 后期到了10款 它就有所改善 换了一个短簧 就好了 跟中东版的一样了 如果你们手里有一个 08款的库鲁哲 有这个烦恼 可以换两个后边的公子 就把后边的公子换成中东版本就可以了 然后千万注意了 公子分左右 不要以为左右都是一样的 它左边是左边 右边是右边 公子它是不一样的 然后这台车的内饰部分 打开门之后 你看到的是一个中规中矩 比较老啊 比较老的一个内饰布局 既然灯有点 我把灯打亮点 给你们拍 这样亮堂多了 知道为啥亮堂吗 因为我领导在后边 给我补光呢 我们现在拍摄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我就是一个手机 一个人 然后我的胳膊 就是云台 可能有时候你们看到抖 那是说明我的胳膊 云台 有点抖了 然后介绍一下内饰吧 内饰的话 档位区域 这个边上这个 这就是如行模式 坦克到坦克掉头 然后这是二挡起步的开关 前面是桌椅架热 很简单 老款的骷髅车就这样 然后也没有购边的音响 这个是头一代 头一批的LC200的车型 所以说 内饰虽然跟一五款之前 它们长得都一样 但是配置各方面 还是要比后期版本的 低上那么一丢丢 然后冰箱 它是有的 冰箱它是有的 有冰箱 然后音效呢 也还可以中规中矩 虽然没有GBL那么的 让人动听 但是也是绝对够用 我再去那边 给你们讲讲那边的配置 然后到了主驾驶车呢 配置就丰富了 我最喜欢的座椅机翼 三个 可以机翼三个 然后电动座椅 腰托都有 然后多功能发安排 高配版本的 是两边都有的 低配的话是 这边是没有的 然后语音这个 基本上现在已经过时了 这个位置 配置满满灯灯 就差一个 这如果有一个 放烟盘加热 那冬天 那就更加美滋滋了 然后到这边 这个是高低速 四驱的切换 然后这边有一个 叉速锁 中央叉速锁 这车是一把锁 然后有一个仿色滑 基本上就是这些配置 没有太多的 电子元件功能 配置就是朴实无华 整体车就是低调且 不思一丝奢华 还是出来给你们拍吧 出来的话安静一点 因为屋里是什么呢 屋里除了我们的展厅之外 旁边就是我们的洗车厂 抛光机啊 还有那个洗车刷车机 还有气枪啊 这些声音很大 所以说在里边拍的话 你们听我这个视频的话 可能感官和效果不是那么太好 你们听的也闹心 所以说我出来 虽然下雪了啊 但是我 199斤比较扛动 然后话说过来 这个兰德库鲁泽08年上牌的 给我开起 我开起来 就是感受了这么长时间 给我最大的一个印象是什么呢 不愧是五官出行 骷髅泽啊 真是满满灯灯 无论是开着和坐着 都非常不错 唯一缺点是什么呢 比较大 不太适合城市啊 就是比较紧凑的一个路段行驶 然后停车呢 不是那么太方便 这可能也就是它唯一的缺点 你们可能会说这台车 油老虎废油 但对于我来讲啊 我喜欢的车都是V8大排量的 我觉得啊 我辛辛苦苦去赚点钱 我愿意为我自己喜欢的东西买单 就像你们啊 比如说女生买化妆品买口红 一买买一百根 各种各样颜色都有 可能我的理解里 你买那玩儿根本没有用 一辈子都用不完 但是在你们眼里 我这个V8废油不实用 可能也是一个你们接受不了的东西 所以说每个人的爱好不同 请互相尊重 对不对 你看我这么可爱 你舍得喷我吗 对吧 然后这台库鲁泽 开的是非常好 但是 很多优点 但他也有缺点 08年上牌的他已经是国三了 还有 还有几年呢 还有三年 还有两年 对 还有两年 就开始一年两年了 然后呢 他的现在的行情 他不是那么美丽 非常的高 就以这台车来讲 我们现在爆 就是爆 36.8W 然后你们都觉得 这台车维修起来 日系会非常的省钱 哎 想错了 我光修他妈一个底盘 怎么说话 我光修这么一个底盘啊 和拳头油水 这台车已经一捆 将近一捆搭进去了 所以说 日系他也有比较费这个的 所以说 你喜欢什么东西 跟你得爱好 你自己开心就好 我虽然整被花进去了 但是我依然很开心 对不对 现在呀 真是 今年 和20年底到 二一年初 这么一个时间 那我完成了太多的梦想 太好了 我现在已经凑齐了 丰田旗下 所有的大 带大梁的V8车型 满满的 真好 除了雷克莎斯570 都安排上了 所以说 有梦 咱就去追 啊 做人嘛 不努力 活着就没意思 对不对 加油吧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给我点个关注 顺便录个赞 今天就到这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 拜拜 嗯 咱们下期不见您的